介紹一下這個FotoShout消失點 消失點呢 其實 不管是我們用在 平面的 用在哪裡 用在動態的 都很好用 所以 我先給你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 我的叫做 學習重點 技藥 你就知道跟我剛剛學習重點 是不一樣 這種東西 就不適合 我一開始跟你一個一個講 因為你一點感覺都沒有 可是呢 等一下你用了之後 再回來看這個 就會比較有感覺 為什麼 因為那你撞一下 那你撞一下 你就知道 那你為什麼 需要來看這裡 所以我先 留在這邊 等一下你再回來看 那我們看一下消失點 消失點的話 其實 他很好用的地方 是在這邊 從CS6 應該是CS5 還是5.5 就有了 那 這個呢 你把它點開 把它點開 這裡有一個 連程電腦的 偶爾會用一下別人的 哈哈 沒什麼不好的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糟糕 這個 Flash 不行 Clear Heel Download 不用 允許一下 應該還可以播 它是舊版本 有 消失點的運用啊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這位老師教學 那現在就不適合路 我就先填掉 現在呢 我們看完 一半這邊之後 你已經對這個消失點有點概念了 所以呢 你可以來這裡 你到 找一下我們學校的建築吧 你看找哪一棟 原則上各位在找的時候就是找 天機樓 沒有沒有就是你要哪一個都沒有關係啦 一個重點 就是要找有透視角的 像這種有透視角的也很好 對不對 像這一種的 也都OK 也都可以 像這個也可以 只要有透視角的 你都可以拿來用 都可以拿來用 所以 你看看你要哪一個 好 像這個是 隔壁的健康大樓 是嗎 這一棟 不是你們學校 老師就是這一棟 但是你那個圖片要找大一點點 不要太小的 所以你先過濾篩檢一下 再更多 應該設定裡面 工具工具 有沒有一個 大小 對不對 你可以先 找 比較大一點 200萬像素才出來 你就找看看有沒有學校的比較適合的 透視角的 當然如果不要 別的建築 對也可以也可以啊 像這種有透視角的都很不錯 都可以很適合拿來用 像這個也可以 好 假設我拿這個好了 可以嗎 我就用這個 按右鍵 我把它另存起來 複製也可以啦 我們就在這邊 開一個新的檔案 把它貼進來 好把它貼進來 這樣 我先等各位 現在呢 我們再找一張Logo 我先把它複製起來 可以嗎 你就複製到剪貼布就好了 你如果沒有先做這個動作 進去裡面做 也可以再做 都好 那我們現在呢 這兩個都找好 一張圖 一個Logo 那我要把Logo 貼到這個平面上 你要怎麼做 怎麼進來 各位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 我會建議各位 剛剛我們 影片裡面的教學 有一個比較重要 他沒有提到 如果你直接在這個圖層 直接做 你待會做完的 就會合到這個圖層裡面去 那這樣你要改就比較麻煩 所以通常 我不會在這個上面 我會再怎麼樣 新增一個空白的 這樣了解嗎 因為如果你不滿意 就把那個圖層丟掉就好了 你就可以繼續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要怎麼進去消失點 在濾鏡裡面 有沒有一個消失點 就是這裡 所以這個不能轉回 智慧型物件嗎 你要轉到這裡 也可以啊 可以啊 只是我現在想要沒有智慧一點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就不能點 好 為什麼你的不能點進去 剛剛的同學是把它轉換成智慧型物件 這邊是 不支援 解釋它也不支援 那沒關係 點到這邊之後 進到濾鏡裡面的 消失點 有沒有 獨立開個視窗 對不對 好 那你進到這邊之後 第一個重點是要把那個 透視角的角度抓出來 那怎麼抓 你就一開始就在這工具 你就從這邊 像我這裡有很明顯的 就點一下 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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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不是有一個面了 好 又一個面了 那 你要延伸過去 你就是在中間這裡 按著它往 等一下 這裡 然後你可以換到下面這個工具 就從中間往旁邊 有沒有這樣延伸過去了 那有差一點點的 這個還可以微調 有沒有 但是你在做這個時候要稍微留意一下 只有 藍色的網格才是OK的 藍色的 好藍色的 你今天如果那個透視角很奇怪 你有沒有發現變紅色的 這個是絕對不能用 那還有一種會變黃色的 我在這邊 我看一下 黃色的這邊現在暫時模擬不出來 但是有時候你會變黃色的 好那也是不OK 最好用的就是藍色的 也就是最符合它那個透視角度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樣好了之後 就好了 那我剛剛有沒有把Logo複製出來 複製在哪裡 是不是複製在剪貼部裡面 貼上就好 萬一你剛剛沒有複製 怎麼辦 你可以先按確定 你再去把它複製一下 我們剛剛不是濾鏡就已經按確定了嗎 請問要怎麼回去 這個濾鏡很好玩 平常我們按濾鏡 如果它不是智慧型物件 不是就做了就來不及的嗎 這個沒有 你只要再重新回來一次 你重新回來消失點 有沒有還在 對不對 所以不用擔心說你按了確定之後 它 就不能要重新再來 不用 你重新進來還用 好那我現在就Ctrl加V 有沒有大大的Logo進來了 不過我剛剛犯了一個大忌有沒有 因為它是透明的 透明的可不可以透過Windows剪貼度這樣複製 不行 所以 就 還是先取消一下 把它怎麼樣 是不是定存 定存之後 才開在哪裡 開在 我們的 Photoshop裡面 不然這樣 你的透明度就是不會進來 這就是討厭的地方 好 Ctrl加這個縮圖 這樣是不是選到了 Ctrl加C 好我重新回過頭來 一樣再重新進到消失點 Ctrl加V 有沒有這樣就OK了 好現在呢 這個Logo是不是比較大 請問要縮放 如果你在Forec俠要縮放 你會怎麼做 快速鍵是哪一個 Forec俠要縮放 是不是Ctrl加T 知道為什麼是Ctrl加T嗎 你們都沒看過變形金剛 變形金剛英文叫什麼 科博文 我還有小蜜蜂 大黃蜂 科博文只是裡面其中一個 其他也是叫變形金剛 變形金剛英文是什麼 Transephone Transephone 就是變形 所以知道為什麼叫T了吧 Ctrl加T 你不要那麼無聊 腦袋記那麼多快速鍵 你要知道為什麼 就不會忘記 不然那麼多軟體 那麼多快速鍵 因為你記那麼多幹嘛 對不對 一段時間不用就忘了 除非你每天都在用 Ctrl加T 這個時候呢 你在這邊 Ctrl加T 有沒有那個工具跑出來了 好那我按住這個 再一次 這邊 就是如果你這邊沒有的時候 Ctrl加T 有沒有 變形出來了 然後按住Shift 等比例縮放 這樣 好 縮好了 你看 拉到框框裡面 有沒有就自動進去了 拉過來 有沒有自動改變 所以這樣子 你覺得有沒有變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下次你們要做外牆廣告 學校不給你貼 沒關係 反正也沒錢做那麼大一個 自己在網站上公佈說 我們有公告一個 那個 有沒有在這裡喔 你學 進到我們學校不會看到 但是我們廣站上有 哈哈哈 這樣了解了 那你看我剛剛講的 因為呢 如果你沒有 把它獨立的一個塗層 它就會跟它合併在一起 這樣 我現在有它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關掉它 不喜歡是不是 關掉 第二個 老師一定有教你們用過混色模式嗎 有吧 你們老師 因為你們老師不是專業設計的 所以沒有教這個沒關係 色彩增值 這樣就可以融入到裡面去嘛 有沒有白色就消失了 對不對 色彩增值可以讓白色消失 這樣就很好 我不用去背 一樣可以做得到啊 對不對 不用去背 一樣有效果 所以你會用混色模式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 所以 這個 這樣你覺得消失點有沒有用的 就要看你又用在哪裡 給你試看看喔 那 你等一下會 碰到麻煩的地方 你就來看一下我的那個 重點記要 因為 有一些小技巧 它的使用的方式 然後使用方式那個 快速鍵啊之類的 會跟 Photoshop 其他不一樣 所以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順便跟各位提醒 你有做消失點的 並不是只有在 PSD 才會保留 TIFF JPG JPG也可以保留這個消失點喔 也就是說你現在存檔的時候雖然沒有塗層 但是消失點的這個資訊 在JPG 裡面還是可以看到 還是可以看到 這蠻特殊的 蠻特殊的 所以你可以 試看看 好吧 好吧 先讓大家試一下 等一下再補充一下這一塊 對不對 我可以看到 但是這個資訊 也不見了 我們在看